就會跳出緊急服務電話 要是沒辦法回應或是滑動 隨後開始倒數二十秒 撥打一一九緊急求救電話 提供坐標位置給救護單位 目前證明因三重開到住院中 詳細造勢原因仍有待證明 康復後了解原有 科技帶來便利 如今也成為緊急救命工具 讓手機車禍偵測功能再度掀起討論 接著 邱朝璇邱榮慶新媒報導 休息時間的時候 都想要去電影院放鬆一下 不過呢 隱城的個資也出現了問題了嗎 因為有一名的民眾呢 在申請了隱城的會員之後 發現自己的身份證早就被冒用 而且呢 盜用申請 致電客服 結果呢 客服人員不僅沒有確認身份 還會輕易地更改資料 這讓民眾很搖頭說 隱城的個資安全嗎 部分民眾選擇看電影 度過休閒時光 其中為秀隱城市不少人的首選 但自從需要會員才能網路訂票後 卻發生身份證被盜用申請的情形 網路上訂票的時候 發現我的身份證被被人家盜用 我就打電話到他們的客服中心 我的身份證字號竟然不是我的名字 許先生在維修官網申請帳號時 發現證號已被申請過 而且還出現一個陌生名字 懷疑遭到冒名盜用 打電話給客服 沒想到卻得到這樣的回覆 用很不耐反的態度 他沒有經過積合 他就直接把我的資料全部都改 改成我的名字 雖然說這個身份證是我的 我自己的身份證 可是為什麼他可以有權限去後台 直接去做修改的動作 即朝早上 許先生打電話給客服 表示自己的身份被盜用了 當時客服人員要求提供電話 姓名等資料 以為是要核對身份 沒想到竟然輕易的 就可以直接更改資料 當事人提出質疑 卻遭到客服人員反駁 第一個感覺就很差 然後又再來他接下來 處理事情的方式 我就覺得很不對 許先生怒批客服態度差 做事隨便 而且沒有查核 就直接更改資料 難道沒有各自安全疑慮嗎 轉機語音形象 都生後開始雞肺 實際打電話詢問隱城 但還未取得正面回應 而隱城的爭議 也不是第一次發生 日前有上百萬民眾控訴 就算了 就算了